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入手术室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段恐惧路程 但对于Angela 每进手术室一步 人生就多一份希望 由幼稚园开始 一个问题不断困扰Angela 妈咪 为何我要和男生一起玩? 为何我又不是穿红色衣服? 你是男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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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中学入南校 Angela总是觉得 和身边的同学夹不连 屁堂换衣服各有各换 直到20岁 Angela去澳洲留学 室友终于为她解开心结 几多年来 一伙女而心 困在男人的身躯中 几个月在澳洲的变财生活 亦令她重拾自我 不过这种改变 当然得不到家人的认同 几经辛苦得到妈妈尊重 但是一般人的眼光 就不容易看得到 在这段日子 自小就是巴士迷的Angela 遇上一个车站站长 就算知道她的身份 站长亦都没有嫌弃 纵使Angela有爱情 但是始终性别的枷锁 仍然是她最大的心理障碍 这次期望已久的变性手术 令到Angela重生 她没有了自己的后代 第二她要有很多痛苦 身体可能有些疤痕 她要付出时间痛苦 每次数月手术都会痛 都会起码有几天的动作 这个就是她们的付出